歌手林大靖 日前在台北舉辦個人首場演唱會 演唱起小朱羅志祥的招牌歌曲 超熱氣氛 原來為了幫昔日同公司的大師兄圓夢 小朱羅志祥不僅斥資百萬花費 幫林大靖辦演唱會 當天跟慶祝到場 擔任演唱會總監 讓林大靖好感動 今天這個遊戲好棒 太慘了 所以我今天壓力也滿大的 因為我第一次擔任這樣一個工作 作為一個幕後 然後在台下看著大靖在表演的時候 會有滿滿的感動 那最感動的就是 今天所有的朋友來到現場 謝謝 謝謝 不只感謝二十年交情的好兄弟 林大靖更迴響過去 父親對自己的支持忍不住紅了眼眶 我那時候生病的時候 我今天就是靠著爸爸 他很辛苦的在開車 看到爸爸這樣這麼愛我 然後每天 他在他這個房間睡覺 然後他會一直看以前Postman那時候 我唱的單歌叫做把愛給我 他好愛聽那一首 那首歌明明就那麼老派 他就說 這首歌是他聽過他最愛的一首歌 雖然形象叫做 卻被打破的心動 一個對象不經意的動 想像的流動 一連演唱多首歌曲 又唱又跳台下尖叫聲不斷 林大靖有實力證明 自己也能在舞台上發光發熱 完全樂中國斗